今天希望做出刚刚那个效果,针对品名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复制 也许这边把它改个名称,叫品名分类 比如说一个按钮叫品名分类 另外当然我要产生一个按钮叫做地区分类 所以这边的话针对品名,给它做一个分类 那将来的话,我可以就是在产生一个按钮 按下它,自动帮我做完 不过最好是怎么样? 最好是因为你会发现,只要按一下按钮的时候 它旧的资料还在 可是如果你旧的资料还在的话 你再做一次筛选,它会出现错误,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名称,如果再新增重新命名的时候 就不行,因为它不能有同样的名称 所以怎么办呢? 理论上最好的逻辑是 当它按下那个分类之前 干脆的,直接就呼叫批字删除旧工作表算了 也就是如果它做一次查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先把它的工作表先删除掉 Core 就是先Core,帮我把那个删除掉 然后重新再查过一遍 按下它,删除掉 然后就自动再重新产生新的 这样就完成了 一个,两个,三个 总共五个资料 地区也是一样 那地区怎么做? 其实到底一样 你干脆把这一个复制过来 贴上了 然后改的话,其实就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名称改一下,名称的话我叫地区 OK 那这边不用改 再来的话要改哪些地方呢? 其实最重要应该是改那个 本来这边是什么? H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其他 应该没有太多地方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改哪些地方 1 H1 改成I1就可以了 H 只要看到H 注意这边H,就把它改成I 然后向下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这边的话也是改成I 所以会有,栏位名称有三个地方要改 最后Copy的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 Filter的部分的话 它原来是查第二栏 第二栏是平民 可是我应该要查的是 第几栏呢? F应该是第6 OK,所以这边记得改是什么?改6 好 基本上 这样就改完了 OK,所以 如果要把平民分类改成地区分类的话 其实只要改几个地方 1 2 3 4 这个最重要 OK 其他要改,其他不用改 这样就改完了 OK,所以其实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反正以后你一个做得出来 其他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当然以后如果说像这种 大部分都一样的程式 其实你慢慢也要想一个方法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把那个SARB 可以变成共用的SARB 什么叫共用SARB 所以将来 你会发现 其实理论下 应该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哪两个地方不一样? 一个就是 那个I这个字串 文字 另外一个是那个RIL的数字 所以将来你可以 透过传递参数 传过来 然后变更这两个值就好了 就不用重写了 所以如果以后你有好多欄要查 那你干脆的就写一个 然后大家共用 共用这SARB就OK了 应该可以懂得一次 只是要怎么改 这个我想我们后面再来慢慢看 因为这种改法 可以让你好处就是 你就不会说 哇同样的东西 你要分类好多个 但是问题你都 每次都要重写一遍 那如果你 假如说你的程式有变动了 有修改了 那变成 如果你有很多欄 里面你要改很多个SARB 那如果你是共用的话 其实你只要改 那个共用那个就好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 也是让程式怎么样 看起来更加的精简的一种方法 当然你说这个不做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说真的 一般当然我们在学一程式 尽量还是能够比较学的完整的 不是只学一部分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的话就做出三个按钮 OK 那这边是删除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把它做平民分类 那平民就帮我分类了 那做地区分类 地区就帮我分类了 按照地区分类 可是刚刚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有点卡 有没有 但不影响 可能想说老师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卡 可不可以看起来呢 就不要 那其实我感觉这边也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如果你不要那么卡的话 就是不要让画面更新 因为画面其实它是一直不断在更新 这边的也叫application 所以application 就是使的是ecel 点的话画面更新 画面叫screen 所以你打个s 其实你打个s就出来了 画面更新的属性名称 就是叫做screen updating 然后你可以等于force 那一样开头的地方把它先关掉 但是结束的话记得要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将来画面就不更新了 有些地方会怪怪的 所以先关再开 那我先做品名分类看看 跟地区分类比较看看 有没有差异 我们来试一下 screen updating 看一下也会差很多 这边的话 刚刚那个地区分类会卡卡的 现在我把它关掉 看会不会卡卡的 你会发现它不卡了 但是有没有就出来了 这个地区分类我没有关 你会发现它会动 OK 那这个是关掉的效果 它就一直转而已 但是画面不会更新 就出来了 OK 两者效果的话可以比较看看 理论上 我有试过 如果你把那个 screen updating关掉的话 有时候甚至 它的处理的效能会比较好 有时候甚至快到大概百分之 我记得好像是50 其实快还蛮多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CPU 它还要处理画面更新的部分 其实也蛮占系统的支援 OK 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做出什么? 总共后面就做三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品名分类 然后一个是地区分类 另外一个就是批子删除工作表 这三个 程式部分的话 我也有把它抠到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到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单元03的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的开头这边 就是主表这边 我刚刚贴上去的 其实就是第一段 这个是批子新增的 然后再来就是删除 刚刚的这个品名分类 跟地区分类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把那个 你希望 这个梅兰的个别分类 其实就可以很快的 帮你把它分出来 那你要针对 不同资料 再去做个别的报表的时候 其实也会比较容易一些 轻松一些 不用再额外再花时间 去处理这些资料分割的问题 试一下